比赛现在正式开始 这是大家期待一首的邱剑良的比赛 一上来就是低扫对手的重心 还是要小心 因为其实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 比赛查底 比赛查底的KO率不是很高 是极高 对 27胜当中25次都是KO 大家看 比赛查底每一拳 碰手 直接打 转身后膳 直接把对手 出来了之后也是心中的情绪 看来也要起来了 对于邱剑良来说 其实这场比赛的备战 后手漂亮 转身后膳 长足的 对 我们可以用 这边刚才 袭击 对就这一个袭击 一度是让邱剑良 差一点立足不稳 而邱剑良在场上更像是一只迅猛龙 后手摆拳 两种不同状态的打法 漂亮 对手从希尔西到鲨鱼狼到最后的伊萨 漂亮 伊萨 伊萨还是说 不是被踢倒的 是脚下滑倒的 在指地上 但是我们从现在看 地上没有任何的水分 对 两个人打得太漂亮了 哇 聋奸俩直接扫中策对手 连续走摆拳 胡 高扫 匠将将插扎 大神体 连续的大波上膝 價值 counselors triumph 挤到了绳桥 连续输出 伊萨还没有从这个神圈出来 你也不用觉得伊萨狼狈 因为她面对的是谁呢 是聋奸第一球建历 直接击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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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个前手的平攻 继续 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把对手击到了手脚边 好的 还在往里猛攻 比赛要反击 否则采判会叫停比赛的 现场的观众朋友已经对头了 红手 红手 又一次被击倒 比赛结果 红帮胜 周见良获胜